大馬路上居然有人 騎著牛當交通工具 沿著內車到前進 只見一名老翁悠悠哉哉 坐在牛背上 手拎著水桶 前方還有小跟班 黃狗開路 簡直奇觀 而後方轎車駕駛健壯 不敢太過靠近 保持距離 第一次 第一次 我也不曉得他從哪裡來的 很新騎就對了 對 騎牛 逛大街 這輩子有看過騎馬 但是就是沒看過騎牛 而且牛很乖 慢慢的 慢慢的走 黃牛觸摸在南投埔里 信義路一帶 不但走在內車道 也踏上網狀線 民眾募集意起童年回憶 不過農村寫照搬上馬路 可真不行 道路行走 稀稀的部分 主心那一匹 三百以上 六百以下的方法 詢問當地民眾 原來騎牛的阿伯在賣甘蔗 平常牛都養在田裡 騎我去哪裡 我去禮彈 騎我去禮彈做什麼 我去禮彈 我去禮彈 而過去台中有男子騎馬上路 六馬建購物 還曾有女子騎馬 疑似坐起外送 同樣引起眾人側目 小姐有走到路嗎 走到了 在前面 如今連牛都踩上馬路 無奇不有 怕就怕動物亂入車道 影響交通 釀成意外 可就不好 記者綜維翔 留言並往上來南投 採訪報導 我是陳俊根 從踩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